今天我们的岛环境记录短片要播出得到首奖的作品 我们为水源而战 这个事件开始主要是因为台南乌山头水库及水区附近 要设置事业飞汽物掩埋场 当地居民为了要捍卫自己家乡的土地 还有水源就整整奋战了七年 导演忠实记录了这个过程 也呈现了居民一路走来的坚持 以及他们捍卫土地的决心 这座位于台南县乌山头水库集水区旁的 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已经接近完工 居民们和环保团体担心 我们的台湾团体担心 我们的台湾团体担心 好 好 大家走会来 大家走会来 好 館長剛才說過他也有大型人說這個斷層才是存在 本社長就不可能可以做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館長可以重視到台南館百萬人的櫻水安全 大家來做這個保護黑山水口的工作 為什麼我們反平委員在心臟的時候 他沒有發言說那裡有長載的存在 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英雄公司他們在做這個斷層的時候 他們把他們的丟宿描在這裡 描在這裡對不對 對 這裡是白鶴鶴 他本來就知道結果他故意把這個丟宿向白鶴鶴公立 那准他標準確的 他的環境變過可能就比較有問題 就比較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長載的地方 大載就破掉嘛 破掉地下水就順了大載的樓 所以今天我們很辛苦 我們要來跟縣長說這些話 所以我們今天先跟縣長你報告說 他的斷層確實是經過長子 他如果真的確定他是有斷層經過呢 我當然我當然就是照我們的承諾我們就不會 對 我們這個立場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這個立場 如果垃圾場有斷層通過 就不讓垃圾場興建是台南現場的承諾 但是這個承諾在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環保局所發出的 准許變更設計的公文上明顯跳了票 在這份公文的第四點指出 說明衛生掩埋場若設置於斷層帶 應分析地盤滑動呈現之可能情況設置防止措施 也就是說垃圾場只要設置了防止措施 就能蓋在斷層上面 村民們再也無法信任政府 所以展開了為期四十天二十四小時的靜坐活動 松阮治街 廣場感動的出現 來 台灣多十七名 你只要說我們做秀的好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是久的海賓大家 我們是有幾個 今天聽到你們幾個 我們有幾個人要來去去代表 我們代表是沒關係 我叫兩個來 安保主黨真厲害 台灣的台灣人 安保主黨真厲害 沒有啦 他們什麼 叫你是 你們有事先來 沒中國 我們要去代表 你怎麼去代表 報警沒了 報警 報啊報啊報啊 你扳車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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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你最好不要進到這邊來 因為這是他們私人的 所以你進不要 那我們可以翻面江湖的 你扳車進來 我不接受你們的訪問 你扳車進來 我扳車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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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安保教育就兩人說 你要派幾個代表 我扳車進來 我扳車進來 結果我出來扳 我扳車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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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老闆 他們的老闆 就在扳車進來 所以說 反部教育長 你如果看一個臉人 有肚子 所以我說 像這樣 他又停機才這樣說話 所以 都是說像這位反部教育長 無話好 你不得意 你跟我說 我扳車進來 當然 我知道我們的生命 大家都順便 有一個天 有一個天 人數真的無法 我們可能會走他 我會唱第一位 所以說,我們要多錢,要有這個領域 我們如果大家有團結,沒有人可以去求 我不能說啦,你一定配合 應該是照道理說環保局應該是整個政府機構裡面對運動比較友善的 那其他譬如說像工商處、建設局 應該是比較主商開發的 那環保局應該站在比較擋的地位 但是環保局長看起來不太像這個樣子 遇到一個滑溜的局長 這實在是很困難 因為這個永陽這個案子 環保局是在上一任的縣長的時候通過 不是我的任內通過了 那因為他環保局已經通過了 已經在民國九十年那時候 在上一任的縣長環保局通過 通過了之後就是程序就一直走 那等到他們來表示反對的時候 那個野蠻場都已經做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知道的時候 野蠻場差不多已經幾乎是做好了 那因為前面就是縣政府 已經把它通過環評了 所以我們要處理這個事情要很小心 如果處理不好我們要國家賠償 大概要賠他好幾年 所以目前大概 因為他還沒有取得操作 許可都還不算合法的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個賠償這個地方 這個責任 賠償的這樣子一個不利益 就可以不用去面對 而相反的 卻是要來決定說 應該由這個廣大的人民來面對這個水源 可能說要污染的 這樣一個決定 那這是不是妥當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理由 那做為 甚至做一個理由 什麼樣的理由 就是說 你不行使117的一個理由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納悶 就是說 117就是要讓你去維護公益 可是你維護到最後呢 三十一鄉鎮的所有的人 都能夠知道 我們烏山頭水庫邊 要做事業會七尾埋草 那大家一起來拒絕 一起來反對 一起來表達 反對的聲音 讓我們的主管機關知道 讓我們主管機關 能夠做正確的裁判 出來走 北幾公 我走啦 北八公 北八公 開始北八公 你走八公 每天出的走 我每天出的走 對 我每天出的 你不累嗎 累也就走 累也就走 不然我 幫我們 蝴蝶幫我們埋住 也是我們走 我們在那邊看 我們在那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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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台灣人是用腳來踢 用手來做 不是只有一隻手來講 所以我們 我們這兒阿伯 是最愛台灣的 我們也拜託說 我們所有 我們走過 人工做法的人 大家做回來 大家做回來愛我們的台灣 讓我們的台灣 咕咕長長 都是適合我們 今天為什麼繼續來生 我本身念台南藝術大學 就在烏山頭水庫旁邊 就看到有這個傳單 就是垃圾場的激水區的旁邊 被蓋一個 事業廢棄物園埋場 所以我就去了解 然後了解之後 覺得這個東西 是還沒有人去記錄的 可是它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開始去記錄這件事情 講一句很籠統的 就是什麼叫做 愛這塊土地 這群阿公阿媽 他們其實沒有受到什麼 太大的教育 太大的知識 可是那個地方 那個蓋垃圾場的地方 其實是他們原本 取水喝水的一個地方 然後現在被整個掩埋起來 填起來被蓋垃圾場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 自己的水源是受到污染的 他們必須要站起來反抗 他們到現在已經反抗了七年多 從民國九十年到現在 那我覺得在這一群 很淳朴的阿公阿媽 很淳朴的阿公阿伯 可以學到說 我們如何關心自己 生處的土地的一些問題 這一個片子只是一個影子 讓大家看到說 有這麼一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還沒有結束 它還在繼續 環保署這邊有個專家會議 環保局 台南縣環保局 還在舉行環平大會 在審這件事情 那我希望這個東西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那有輿論才會有力量 讓政府能夠做一個 更明智的決定 萬平北爲 再在交掉幾 candy 潰水 kys nur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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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diciend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